立法院长游锡坤率团访问华府 继15号与美国众议院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会晤 谈论美台经济与安全连结后 日前再前往国会山庄 分别拜会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和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迈卡尔 彼此就美台关系与加速对台军售的议题交流讨论 另外游锡坤也特别和土耳其艺 美籍前NBA球星坎特见面 共同参观知名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游锡坤表示大屠杀是历史也是现实 中共持续对新疆和西藏的迫害 就是类屠杀的实力 新疆的种族媒体还有像西藏 还有很多中国很多的地方 应该受到中国的迫害 比如说像中间的迫害 被称为无疑伦比的监控国家 像这个都是烈士大屠杀 尤其豪宅奇观 过去高调反中的坎特 这次还特别穿上 映着守护台湾自由文字的上衣 明确表态力挺台湾 他的精神我非常敬佩 他为了自由民主人权 要捍卫自由民主人权 而牺牲非常地大 但是他从不后悔 他继续坚持 我相信只要大家都像他这样 那民主必胜 坎特表示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应守护宝岛自由 他还知道总统蔡英文也是个篮球迷 期待未来能亲自造访台湾 和蔡总统相见欢